你就是一定要写 会写不会写都不管 就是一定要写 通常我们会把它写在它的旁边 不是写在它的左边 这不是好习惯 我题目给了之后 你接下来会写在它的右边 你不会突然把它写在它的左边去 这个应该是写在它的这边 我是问这个等于什么 所以应该是这个写在它的左边 你题目没有写 不是好习惯 好 但是我的题目是那个 所以你应该是先有那个题目 然后才写答案 好 多数人都写对了 这个是对还是错 这个是错的 等一下 我刚刚有跟你强调 什么叫做3又8分之5 是它两个加起来 对不对 两个加起来之后的答案 叫做3又8分之5 对不对 所以 这一个东西前面放一个负号 应该是这个加完之后才放负号 可以吗 有括号的就是对的 所以我没有说你错 应该是要这一个括号起来 3加8分之5前面放一个负号 对不对 接下来 负号不就代表要把它相反的意思吗 负号不就是代表要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抵消的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 出来的答案会等于多少呢 我要让它抵消 所以就变负3 我要让它抵消 就会变成什么 加负8分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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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样写不太好 负8 因为应该要隔开这两个 对不对 来写上去 行程你要注意题目一定要写 不可以直接有答案 这很重要的习惯 然后呢 加上负8分之5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加上负8分之5 加上负8分之5 不就相当于是把8分之5扣掉吗 对不对 写上去 加上负8分之5 相当于是扣掉8分之5 你会需要加上它 你会需要加上它 就是因为当初你想要让这个抵消掉 不是吗 你想要让这个抵消掉 你才需要这个相反术来抵消它 对不对 所以加上负的会变成剪掉它 加上负的会变成剪掉它 可以吗 小心喔 所以 56又3分之2减掉 27又2分之1 马上升值题 所有人 你会怎么算它呢 要动脑筋喔 56又3分之2扣掉 27又2分之1 你会怎么算它 首先题目要先有喔 好 可是有没有856又27又3分之1 然后3分之2减2分之1 可以 你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算 会比较容易呢 目前至少有3种方法 你会用什么方法去算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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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题目出的不太没有了 还可以了 嗯 对 通常都会这样算 不是通常喔 看看会有几个人这么算 好想法 好想法 到底应该是加还是减呢 你第一个步骤就有点问题 什么叫减27又2分之1呢 很好 你写在哪里 2 对 对 不是31 检查一下 人习惯性的话 用大的剪小的 可是又用小的剪大的 这样 不错耶 大部分都有动脑筋耶 因为我写的那个数字那么大 逼得你 就会去动脑筋想 但是还是有 来 你小心喔 这个是减2分之1 对不对 过来怎么变这个呢 对 直觉都是这样算 因为国小就是这样教你们 所以我教你们要动脑筋想一下 很好 你一定要去写 很好 好 good 诶 这里错了 你写在哪里呢 你呢 对 目前大概有三个同学是这么做的 把它变假分数 再把它变假分数 然后再通分去算 你要动点脑筋 就是你那样算没有错 可是呢 可以不用那样算 因为呢 562 3分之2 是56加3分之2的合体 对不对 所以它代表的是 56加3分之2 接下来这个代表的是27加2分之1 对不对 可是这个是一个合体喔 这个合体整个被减喔 对不对 这整个合体被减 所以应该是要写什么呢 减多少 减27 接下来这边是写 请问我这样子写 对还是错 这个这样写是对还是错 对喔 27又二分之一 就是27加二分之一啊 我这样写对不对 对 对 这样子写是错的 对 另外一个意思是这样 来小心喔 这个所代表的意思是减27 再加二分之一 它已经不是27又二分之一了 因为它这个叫做减27 这个叫加二分之一 这个就像减27加二 它已经不再是29了 对不对 它已经不再是27加二29了 不是喔 这是一个减这个是一个加 它们会抵消剩下-25 已经不是29了 如果你要说它是29 你必须要怎样 那我没有括号 我就必须要把这个转成什么 也就是说这整个东西都要被减 对不对 这整个东西要被减 里面有两个东西嘛 对不对 27要被减 二分之一也要 也要被减 对不对 了解吗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写慢一点是这样 要小心喔 写慢一点是这样 56加三分之二它是一个合体 对不对 减掉27又二分之一也是一个整体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我再把括号拿掉 这个括号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把它拿掉 那这个的括号前面有个减号 对不对 这个的括号前面有个减号 对不对 减它就是要把它怎样 我要把它抵消掉 对不对 那我要把它抵消掉 27要把它抵消掉 就透过-27 对不对 我要把加二分之一抵消掉 我就透过-二分之一 我再强调一次喔 这个运算独作减 减掉它就是想要把它抵消掉 我要把它抵消掉 我透过-27 透过-二分之一来办到 所以也就是刚刚我们写的 要-27再-二分之一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会变得好算 为什么呢 就谁跟谁算 整数跟整数 整数跟整数算 对 对 没错 这两个相减哪个多少 29 有人减出31 有人减出31 因为他拿5减2 然后拿7减6 不要笑 你有时候算块的时候就变这样 29 然后再用三分之二减二分之一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什么呢 分母变相同 分母变相同 所以这个再把它切成两小块 对不对 那这个再把它切成三小块 所以我会得到29 再加上六分之多少呢 二 二乘二等于四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三得三 对不对 所以呢 四减三得多少 再把它写成29又 这里错了做修正 大部分都对了 很厉害 可以再加另外一个立吗 大部分都对了 我已经写了两个串次了 啊 我已经写了两个串次了 这个我换哪个 好 很棒 可以啊 可以 还有一个上法 还有一个上法 来看那版 你看能不能看得懂我在写什么好不好 看得懂我在写什么吗 看一下 先看一下 看得懂我在写什么吗 你先放下 只有他看得懂吗 目前看得懂呢 请举手 好 放下 听得懂 你说看看 正男 没错 听得懂他讲什么吗 听得懂 或者我的题目如果变这样 你会更感觉得到 我这个题目这样算的好处 好 如果我的题目是这样 等一下 我改一下我的题目 让你感受一下这个算法的好处 随便你出了 1680 1680 扣掉 扣掉 1690 1515 但是也不用故意自找麻烦了 168 扣掉 90 96又 105分之97 太过难了吧 来 所有人现在算这一题 好 不过他也没有很难算 1680 1680 1680 算算看 1680 先算一下你会怎么算 然后动点脑筋 怎么算会比较快 除了刚刚那个方法以外 这个方法再稍微调整一下 其实这个的方法 这个的方法好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喜欢算整数 我们喜欢算整数 所以用整数来算我们就很快 你们先算一下 你才可以感觉我刚刚等一下要讲的东西 不知道有没有人 可以 好 大部分都是这样算 其实这样算也没有多慢 OK 可是 这么做好像没有什么好处 哦 你先扣掉90吗 差一点点 你也是差一点点 你想要用我刚刚的方法算 喂喂喂 喂喂 好 你们被我刚刚那个的影响 结果反而就错掉了 这个 这个要怎么算 1680 扣掉这个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就这样算了 糟糕了咧 你也两个一天的小 哈哈哈哈哈哈 呲呲 臭臭 臭在哪里 哈哈哈哈哈 只是 你看这个是要被扣掉的吧 这一个 来记住一个原则 带分数 基本上他就隐藏了一个括号没写 了解吗 所以这里是写加法吗 是减法 是减法 为什么我刚刚那一题可以写加法呢 好你们大部分都是这样算的 然后呢你们可能就会借个一 借个一给他去减 我知道你们就开始借一去 就是拿个一来减他 拿个一来减他 拿个一来减他 然后这个就变167 所以你们就下来算了 可能就用167扣掉96 然后加上1减掉105分之97 这样然后再算出答案 好那我刚刚的写法把你们弄混掉了 我刚刚那个方法我这边会写什么呢 我要用168 168-97 对 诶 你们怎么会厉害 对 我就不是 我就不是减他啊 我减的比他再大一点 我不要减96又什么的 我直接减97比较好算 97加 但是我给他减那么多 他明明没有那么多啊 对不对 我给他减超过了嘛 所以要加多少回来 加105分之8 加105分之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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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然后呢 这两个相减就会等于多少呢 71 所以答案等于71 所以答案等于71 有感觉到他跟他的不同了吗 有感觉到他跟他的不同了吗 好 来 请把这个写法 你们大部分都是写这个方法 他没有什么错 啊 来把这个写法写上去 你写对 没有问题 你一样啦 你只不过把这个改成是105分之1而已 我是写1而已 这样了解吗 是一样的 把我现在教的那个方法写下来 你要有感觉来 感觉很重要 来 你要有感觉我这个的方法 跟这个方法错 这个方法差异性在哪里 来注意看喔 这一个是 这一个是他叫我减什么 我就减什么 来来 这一个是 我调整成我想算的样子 这一个 注意看喔 注意看 这个算法是 他叫我减什么 我就照他的意思做 我就照他的意思 题目讲什么 我就照他的意思做 这一个是 他叫我算这个 我换个方式来算他 他叫我扣他 我不想扣他 我想扣的比他再大一点 然后再补东西回来 想法不一样 有时候他很好用 而且他在很多地方都很好用 听不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这个算法听得懂了举手 放下 这个算法会算的举手 好放下 那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他叫我要扣掉这么多 不是吗 注意听喔 他叫我要扣掉这么多 可是扣掉这样的分数 我觉得不好算 因为我就要那样子算 我觉得不好算 所以呢 因为我觉得算整数比较容易 他只有扣掉96又105分之97 再差一点点就到97了嘛 对不对 再差一点点 我那个数字可能弄得不好 换一下 改一下好了 80 80 1好了 好 不要刚好 不要刚好都是97而已 好 我要扣掉他 这一个不是96又多少而已吗 对不对 差一些些就可以变 他不是差差多少 差105分之多少 差多少 差 差24就可以凑成1 不是吗 96又105分之81 不是我只要再凑上105分之24 就可以凑成96又105分之105 所以就会凑出97吗 永勋看我这里 这一个数字只要再凑成他 就可以变97 对不对 然后他叫我减这个 我就偏偏不减他 我就减97 可是我减97 是不是就给人家减掉 这一个又减掉这一个 是不是多减的这个 所以你要把它怎样 加回来 所以我扣掉他 我扣掉他 我可以怎么样 我扣掉完整的97 可是我他题目没有要求我算那么多 题目只要我减96又多少而已 对不对 那我现在为了好算 我把它改成是97 可是我摆卡改成97之后 我现在跟题目就不相等了 对不对 这样就跟题目不相等 对不对 减掉96又多少 跟减掉97是不一样的 可以吗 这个多 这个减这个 这个跟这个 我减97不是多减了 105分之24吗 所以你把多减的 要把它怎样 加回来 想法在这里 那这个的好处是什么 这个减这一个 这个再并上去而已 可以吗 它有它的好处 我的意思是这样 你有假分数的算法 你有整数扣整数分数扣分数的算法 你也有怎么样 先给它补成整数 再算分数的方法 三种完全不一样 那看到题目的时候 你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算 就好像是 早上的那一道题目 有蛮多人 完全没有看到它 就等于多少 你没有看到它 你就必须要把它变成39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到 那你是不是能够看到 平常就要训练自己看到的能力 不是算出答案就好 好 好 接下来 所以请问一下 负五减三分之二合体变什么 合体变什么 负五又三分之二 可以吗 可以哦 小心哦 好 再回到早上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是最减分数 因为 他除了第一万没有任何分数 没有回答问题 这是告诉我 为什么他 你们的说法是说他是 直数 好 但是如果是我 我不会选他 因为我老实说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 你怎么那么有信心告诉我 他是直数 没有数可以数 你有试过吗 你没有试不是吗 对不对 你根本没有试哦 好这个我等一下再说 这个应该是直数 可是我不确定 先放着 先摆着 这么大的数 他能不能被谁分解 我不确定 但是这个数字 我很有信心 这个数字可以分解成什么 被二分解 七六四十二 很好可以 十三乘以十四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慢慢来哦 四十二可以被分解为七六 对不对 永勋看好这里 七能不能再被分解 六 七不行所以七留着 六呢 三乘三 二乘三 三乘二都没关系 他能不能再分解 可以 一乘二 好一乘二 有差吗 还可以再分解 请问一下 等一下 从这里到这里 你有分解到吗 没有 这样算分解吗 没有 不算 了解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不会再这么做下去 我们到这边就会停了 可以吗 理解吗 永勋注意看 接下来我就可以很有信心的说 这是一个最减分数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没有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可以很清楚告诉你 他是不是最减分数了 是 怎么判断 他们没有共同 好你看那本 手放桌上 你下面在干嘛 没有共同 没有共同 什么叫做没有共同可以处的数呢 可以把四十二 注意听我讲 我可以把四十二分解成 七乘二乘三 对不对 对不对 也就是说可以把四十二整除的 分解到最彻底的情况之下 就是二三七了 对不对 没办法再往下分解了 对不对 那他可以这样分解 就代表二可以把四十二整除 可以吗 三也可以把四十二整除 星辰知道我在讲什么 七也可以把四十二整除 对不对 他可以这样子分解 就是这些分解的数字都是他的因素 可以吗 这些都可以把它整除 现在问题来了 你还可以再找出比他们更小的数字来整除四十二吗 能不能 不能 不能 不能喔 这些是能够整除他的最小的数字了 对不对 然后就只有这三种类别 对不对 可以吗 这三种类别里面二能不能整除他 不行 三能不能整除他 不行 为什么三不行 因为三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慢慢来喔 永勋看我这里 为什么来先从二来 二为什么没办法整除101 因为他有二的倍数 他后面是一 就代表他不是 二的倍数 他不是二的倍数 如果他是二的倍数 所以二的倍数长什么样子 这是 0 这是偶数 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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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位置 一定要填什么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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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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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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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减多少 31放多少 47 28 有没有整除 没有 所以能够整除它的数字 都没办法整除它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能够整除42的数 都没有能力整除它 所以这两个 已经没有办法再约分了 可以吗 把这整个写在笔记本上 包含你101除以3 没有整除要生出来 101除以7没有整除 自己要生 所以我就可以很有信心 2不对3不对7也不对 能够整除它的都不能整除它 所以我可以很有信心 你绝对是 42分之101 绝对是最减分数 没办法再往下约分 而且呢 不是上面这个是直数 它们两个就不能约分了 不是因为101是直数 它们两个就不会约分了 不是一个分数里面 有一个数字是直数 这个分数就叫做最减分数 很容易举例子 请你自己举个例子 你自己举个例子 写个分数 有一个数字是直数 但是它不是最减分数 分子分母随便你填 因为你们刚刚跟我讲说 因为它是直数 所以这是最减分数 这种讲法是错的 是这一体刚好对而已 自己举个例子 举个分数 自己写个分数 其中一个写直数 另外一个写不是直数 但是它们两个事实上是可以约分的 很容易找例子 对 然后它却不是最减分数 很简单嘛 直数是什么吗 什么样的数字是直数呢 你们这个都要算 101不能被7整除 101不能被3整除 那它也不能被2整除 因为2的倍数要这么样 2的倍数的尾数 2的倍数的尾数必须要是02468 那它是1 所以保证不是2的倍数 那它为什么不是3的倍数 你就除除看 为什么不是7的倍数 你就除除看 就除除看就对了 当然我知道 你也可以把它加起来 倍3能不能整除 那个先放着 不是 举一个 它不是最减分数 可是呢 这个分数 你的意思是说答案吗 答案要写到最减分数 对 现在请你写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里面有一个直数 但是它却不是最减分数 它已经是最减分数了 它没办法再约了 它也没办法再约了 它已经是最减分数了 我说 我说写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里面有一个数字是直数 但是它却不是最减分数 首先什么是直数啊 来 最小的直数是谁 1什么都不是 1什么都不是 等一下哦 我们那个直数是从因数来 注意听哦 直数是从因数来 因数的功能主要是要拿来分解 那个倍数 了解在讲什么吗 请问一下 1有分解别人的功能吗 没有啊 没有啊 1有办法分解别人吗 没办法嘛 它没有分解别人 它没有改变的能力不是吗 1没有改变的能力嘛 对不对 了解意思哦 好 所以最小的直数从哪里开始 2 你知道2为什么叫做直数吗 因为它还好 它除了1分4 我跟你讲很简单 因为这个数字 它没有办法被分解 它写成这样算分解吗 不算 3 顶多写成1乘3 这样算分解吗 不算 它是直数 它也是直数 4呢 4 它可以被分解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直数 直数 就是 什么叫做直数 它就是那种 已经是那种最精华的东西了 它没办法再被分解的东西了 直数就是 就是不能被 已经没办法 没办法被分解的数 没办法 可以 没办法 已经没办法被分解的数 就叫做直数 它可以去分解别人 可是它自己已经没办法被分解了 没办法被分解的数 因为这样不算分解 这样也不算分解 这个就算分解 所以这个不是直数 5呢 5只能写成1乘5对不对 1乘5算分解吗 不算 写上去 什么叫做直数 自己举例子哦 我黑板上举的是 2 3 4 5 4不是直数 因为它还能再被分解 没办法被分解的数 没办法被分解的数 什么叫做直数 它已经没办法再被分解了 你先把直数写好 什么叫做直数 所谓的直数 很重要 什么叫做直数 没办法被分解的数 举例 但是那一句话一定要写哦 厉害的人可以从1写到100 好啊 可以啊 算我呦 好啊试看看啊 真的要写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随便给我一个看起来像直数的数 随便啦随便你直觉就好了 从一到一百 三十七 好同学看这版 三十七是不是直数 是 等一下 你怎么确定它是不是 等一下哦 你怎么确定它是不是 因为三根七是直数 就像 no 不是不是这样看 不是这样看 这个是直数 这个也是直数 三十五不是直数 懂吗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它可以被分解成 小心哦 这个是直数 这个也是直数 可是三十五不是直数 我怎么确定它是一个直数呢 你怎么跟我讲它没办法被分解呢 你怎么跟我讲确定它没办法被分解呢 除不进去 你要拿哪一些数来除它呢 比它小的数 比它小的数 好比它小的数 你拿 你拿比三十七还要小的数字 来除除除看 所以你要从一四到三十六 四吗 所以比一 比三十七还要小的数字 就是要从一开始四 一二三 一路一直四 一个数一个数去除 除除看 一直除除到三十六 每一个都算完 你才可以确定它是直数 很重要哦 你们只是把它背下来 三十七是直数没有错 你要怎么告诉我它是直数 你要把这三十六个全部检查过 是吗 不需要这么多 不是除不了了 照样算啊 三十七除一二算完之后 不行再换三啊 不行再换四啊 不会麻烦 它就是检查的方法 这一个回家当之位 写在笔记本上 写在笔记本上 你怎么检查三十七 你怎么检查三十七 它是 为什么它是直数 你要讲出来 为什么它是直数 这样没有讲出来 因为 因为照理讲 比它小的数 每一个数都要算过啊 所以你回去很简单 你就从三十七除一 三十七除一二 三十七除一三 一直往下除 来来来来 慢慢想哦 你除到一个阶段 你不需要除几个数 你就会有感觉 你不需要算到三十六 远比三十六还要少 但是 你必须要告诉我 为什么你只要算到那边 后面都不用算 没关系 它已经开始有想法了 注意听哦 你不需要算到这么多 反正我跟你讲 你回去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三十七除一二除一除 三十七 你就真的去数哦 除一二除一三 你不需要算很多 你算一算之后 你就会有感觉 算到哪里 你就必须要停了 你就可以确定 保证它是直数 而且算的时候 还是有撬门的哦 来请问一下 三十七可不可以 背二整除 既然二都不行了 我需要算这个吗 如果二没办法 把它整除 我需要算四吗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又少很多了 了解意思吗 你回去的任务就是 它应该要找哪一些处 来试它 试到哪里就够了 红一 你眼睛没有看我这里 你到底要试到哪里就够了 懂吗 这个是你们今天的数学的作业 还有就是数学习作业的丁正 懂吗 等一下 垃圾 都是 中学习作业 谢谢老师 拜拜